看看新闻网 张耀阳对吸毒的事实是共认不讳的 目前他已经被朝阳分局行政拘留 还有媒体爆料说 张耀阳此番是去河北参加朋友的婚礼 回京后在酒店被抓 除了吸毒他还涉嫌嫖娼 两项加在一起拘留20天 当时说到张耀阳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还比较陌生 但是大家看了这些照片就能想起来 他是香港电影虎货载里的那个乌鸦 这个角色大家印象都很深 张耀阳今年是51岁 是众多香港演员当中颇有特色的一位 从一以来拍了有80多部的电影 扮演的角色当中80%都是反派角色 1986年他出演龙虎风云 开启了他28年的反派生涯 那么在《古惑仔》第三部《只手遮天》中 他更是把黑到狠绝乌鸦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耀阳自己最喜欢的 是由林领东导演的《学校风云》里边 他演了的那个凶狠跋扈的《潇洒歌》 20年之后依然有人用《潇洒歌》来称呼他 可见这个角色是深入人心 曾经的《潇洒歌》如今因吸毒被拘 再多的风光和荣耀 一旦是和毒品沾上边 就再也潇洒不起来